接下来又到了美国职棒季前的战力分析时间 今天要讨论的是实力坚强的美联东区 包括邪恶帝国杨基还有光芒 精英还有蓝鸟 都相当具有竞争本钱 马上来关心这四强鼎立的局面 2024美国职棒即将开达 美联东区弹药库竞争依旧激烈 整体来说是四强鼎立的情况 扣除上季电体的波士顿红花 补强动作还是不多 可能还是会敬佩末座之外 其他四队都来势汹汹 首先当然先来讨论邪恶帝国 纽约洋基 经历去年没季后赛打的惨痛教训 机外进行大幅补强 最显著的就是交易来 强大少年王搜头 加上法官大人Aaron Judge 怪力男John Carlos Stanton 等人恢复健康 渴望摆脱去年打击率 美联倒数第二的窘境 只是雄心壮志的大法官 可能心里也在默默担心投手部门的状态 因为王牌赛扬墙投 Garry Cole手肘遭遇伤势 开机至少要缺席一个月 就算有新同学 Marcus Strowman撑腰 但Nester Cortez Carlos Rodan 两位熟面孔 伤病时还是不免令球迷担心 合理的预测是 羊肌上半季 势必得经历一段阵痛棋 此时虎视眈眈的精英 光芒以及拦鸟 就有望把握良机重战机 先谈未免分区冠军 巴尔蒂摩精英 上季同时也是美联 最多胜队伍的他们 技外补强精准 交易来赛羊 等级的先发Corbin Burns 让原先较为普通的投手战力 有所升级 野手部分 则是期待值满满 当中上季的美联新人王得主 Garner Henderson在春训做足准备 要继续挑战更多个人奖项 晋升球星行列 坦帕王光芒部分 连五年闯进季后赛的他们 主力核心几乎不变 打新有Randy Aras Arena Yandy Diaz Josh Low 这组上季核敲六十五轰的三人核心 搭配Isaac Paredes Jose Siri 两位活力同样充沛的常打好手 同样也还会是强力竞争队伍 小小隐忧是先发轮值少了Tiler Glassnow 而王牌左头选McLanahan动TJ手术 将整季缺席 就看其他投手能否投出惊奇 而多伦多蓝鸟状况则相对难预测 主要得看这季知名电玩的封面球星 Vladimir Guerrero Jr.状态好坏才能确定 虽然小V格已经连三年入选明星赛 但过去两年成绩明显有下滑趋势 2021赛季打出四十八轰 攻击指数破一的超狂数据 但上季2023已经降温到只有二十六轰 攻击指数0.77%的普通成绩 而过去三年 蓝鸟未曾在季后赛越过外卡系列赛 因此Glorino的发挥对蓝鸟而言 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 最后红袜不分近五年已经错过四次机械 后赛季外球团又没有重金补强的意图 甚至导致砍板球星Rafael Devers公开发表批评 在内部公式有待整合以及整体球员 战力有待提升的情况下或许相对上述四队来说较难 几身竞争行列 回来自鱼台综合报道 接下来把焦点转换到中华职棒魏全龙 今天虽然是有官办热身赛要打 不过有几位球员却是有个特别任务 要跟领航员跨界对决 到底怎么一回事 看下去就知道 台湾直南各联盟即将进入季欧赛阶段 而职棒部分也如火如荼准备进入全新赛季 但在哥吉拉和金刚全新定上映之际 来自普拉斯利领航员的林郑李家康 还有职棒魏全龙的郭玉郑以及曹宥奇 依旧百忙抽空参加电影首映会 除了当中曹宥奇跟李家康都没看过系列电影 想来尝鲜以外 怪兽之间的对决 也是每个男人不管年纪多大 都难以抵抗的魅力元素 其实我没有看过第一部 但因为最近看电视就蛮常看到就是预告片 然后就是自己刚刚也蛮好奇 原本想说趁着就是后面的 有空档可以来看电影 那刚好有接受要这四个首映会 其实自己蛮开心的 我也是第一次看哥吉拉与金刚 然后就是也是看到预告片 然后觉得蛮好看的 然后也很荣幸可以被受邀请 来看这部电影 银行员跟魏全龙跨界合作 分别代表着电影中的两大怪物 原本郭玉郑也坦言自己很喜欢哥吉拉 不过面对到影迷中小小敏感的问题 这闪避技能也是直接点满挺好 跨界合作的四位球员受邀参加首映 心情肯定相当不错 特别是林郑跟李家康所属的领航员 近期表现超级火烫 连展梦翔家富邦勇士抢下四连胜 当中的关键除了卢俊翔以外 老大哥周怡翔逐渐找回身手也是关键 球队就是一步一脚印 然后我觉得我们就是遵从教练指示 因为教练助手在防守 我觉得把每一球守下来 就会让大家的气氛或者是进攻效力会更好 不管翔哥有没有在场上比赛 然后就对我们算是一个蛮大的鼓励 就是前面有个老大哥在前面撑着 我觉得我们这些年轻的后辈就更无后顾之用 就期待不管是要迎接球季开打的郭玉镇曹又齐 或是要继续跟着球队朝向季游赛 重逢的领阵李家康 看完电影获得短暂休息后 能够带着绝佳状态迎接未来挑战 回来第一台采访报道 会放在Donte DeVincenzo身上是有原因的 他这场手感超级火烫 快攻上篮竞算加法只是个开断 再来祭出拿手的外线攻势 三分球一颗接着一颗再一颗 光是上半场他就轰进了5G三分球 一个人猛砍21分 加上他的大学好队友 同时也是大苹果一个Jeran Bronson 也有十分的火力贡献 尼克半场打完就取得了59比42的领先 基本上就已经把汽车城大军拆解的差不多了 一篮在战争后 尼克火力依旧旺盛 尤其DeVincenzo就这样继续投到爽 然后有没有注意到大部分的球 都是Josh Hart传给他的啊 对啦也是他大学队友的Hart 这场拿下11分14篮板实助攻的大三元 而Bronson也有28分的火力支援 当然最狂的还是DeVincenzo 全场狂轰猛炸11颗三分球 写下生涯新高还改写了对视纪录 总计猛砍40分 帮助尼克124比99大胜过关 继续来看到篮网客场踢馆暴龙 又是DeVincenzo的大学队友 让我们来看到Michael Bridges的表现 结果有点差强人意 全场15投5中13分进账 好闲网军其他人够照 Danny Shoder对上效力过了钱东家 可是毫不留情 光是第二截就传出了六次助攻 成功串联团队攻势 帮助篮网半场打完取得49比45的领先 不过来到下半场暴龙展开反击 以北国大军表现最亮眼的是Gertron Jr. 总计拿下了18分 啊才18分就全队最火燦哦 所以暴龙打起来是真的很辛苦 尤其关键时刻就是手不就修着 让他全场拿下19分外带7助攻 加上板凳出发的全能Waffle 第四截8分进账全场也是19分的火力 还有虽然只拿9分但狂抓16篮板的Nick Axton 有事要巩固剑区帮助来往还是以96比88抢下胜利 最后来看到火箭主场对上拓荒哲阿托这场还是启用五名菜鸟先发 那这样火箭也不客气了 Jack Lando率先在三分线外发难 他这场打上先发位置有17分跟9篮板的准双时辰击 却没想到拓荒哲这一票菜逼八打得是有模有样啊 炭花狼Skoole Henderson全场15分四助攻表现还算秤直 Rain Rupert则是投进了三季三分球贡献9分 半场打完是拓荒哲取得51比47的领先 这可是让人有些意想不到 相信火箭自己也没料到 所以经过中场休息好好检讨之后下半场重新出发 带头的当然还得是Jalen Green 抄截后的单手爆扣有够帅值得大家慢动作再看一次 再来是绿色连线切入分球找到Jeff Green顺利砍进外线 火箭单节强攻擅守成功制造拓荒者 发生了7次事务有不少轻松得分的好机会 单节33比20的猛攻一口气反超 而决胜第四节Jalen Green还是不给机会 总继全场砍了27分 包括他在内火箭团队6人得分上双 最后就以110比92抢下9连胜